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了 现在国四的车还大量存在 从这个角度上讲 倒不一定纠结 看价格 如果价格差不多 买国六 如果国五优惠力度很大 就买国五 飞度和宝莱都是挺适合年轻人的车 但是你要在沈阳用的话 我觉得产自长春的一汽大众宝莱传奇 在沈阳优惠力度这么大 你买它吧 这个1.5自动舒适版就足够了 相信我的推荐 而且将来越用越觉得这车比较不错 将来再卖的话保值率相当 但是宝莱是三项车 我个人认为家用更合适一些 首先说 宝莫是小型车车软家 它的车品质真心不错 但是我需要提醒你的是 宝莫已经退出中国 无论是萧图还是维特拉 都已经成了没有娘的孩子 这种车不再生产 维修背件能支持多久 值得画个很大的任劳 你长期持有 那么同样是合资品牌的小SUV XRV和宾质一定适合你 听我的不要买这些退市的车型 买宾质或者是XRV吧 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胡老师 明锐1.4T自动豪华版和朗逸 1.5升自动舒适版 还有别克的微朗 哪个限价比高呢 买哪个好 预算在14万左右 谢谢胡老师 14万左右买这三种车 咱们就用排出法吧 微朗是别克车 它现在应该用不上这些钱 优惠率都很大 5、6万 所以10万就能够 14万左右 你买1.4T的斯科达 明锐还是买这个朗逸 你得这么看 1.4T的动力肯定好 1.2.1的发动机 但是斯科达品牌议价可不咋地 就是它跟大众车底盘发动机几乎差不多的时候 它价格比较便宜 但是保值率也不如 1.5自吸的朗逸呢 优惠力度相当大 而且这种自吸发动机家用也够用 它自吸发动机搭配的是6VT 所以耐久性维护保养成本都很低 所以我建议不追求动力性的话 你就买1.5的自吸的朗逸吧 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